老公你干嘛啊 站在这里吓我一跳 我在这里欢迎你回家 你自从打电话叫我 跟他干嘛呀 我找你指定有事啊 啥事情啊 我要问你个问题啊 哎呦 你不用问了 你跟我妈同事家说 我肯定先救你 我不救我妈 因为我妈会游泳 不是这样 那什么事啊 哦我知道了 你在我眼里 你最美 没了有人比你美 你在我心里就是最美的 不是这些问题 今天是新问题啊 这些都不是 新问题啊 那你问吧 你说要是我的一个同学啊 你同学喝多了 不省人事了 给你打电话让你去接他 你是去还是不去啊 哪个同学啊 你不用管哪个同学不重要 他打我电话 对啊 那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 他怎么知道不重要啊 你就说你去不去得了 他在哪喝了酒啊 喝了止瓶啊 反正就是喝多了 喝迷糊了 不省人事了 那他为什么不平时打电话啊 老师 我睡着了 没听见电话呀 你睡着了 那你有没有做梦啊 哎呀你就说你去不去啊 你还我做不做梦啊 那你同学多少斤啊 大概九十多斤吧 哎呀那他喝醉了 为什么不打他老公电话啊 他老公有事去不了啊 那我去接他 万一他老公做我怎么办啊 哎呀你怎么这么多废话的 净扯这些没用的啊 你就说你去不去得了 哎呀万一他老公要做我 那你帮不帮我啊 那你帮我帮我解释一下啊 哎呀你真费心啊 你今天怎么去学间了呢 哎呦我爱了那么多斤 那这总会会学会一点啊 对吧 那又不咋自信了 哎呦还不上当啊 这都白准备了 吓死我了 朋友们真是太行了 这可是实打实的砖头啊 还好我自知 我因为这边 我因为这边 我对你 我 我帮你 我就負你的 我 我帮你 我给你